哈萨克斯坦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 10分钟视频带您了解它 哈萨克斯坦曾是世界第四核大国 拥有约1410枚核弹头和数百枚洲际导弹 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 然而 该国最终决定放弃核武器 成为一个无核国家 这里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 是世界上最古老 且使用最频繁的航天发射场之一 它曾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 也见证了世界上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尤里加加林就是从这里踏上了它的太空之旅 此外 哈萨克斯坦还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帐篷和沙特 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溜冰场梅德乌溜冰场 它是全球石油大国 石油储量约100亿吨 它名储量位居世界第七 甚至超过中东的卡塔尔 这里的92号汽油价格仅为3元人民币 而95号汽油也不过4元 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生产国之一 生产的油占全球总量的45% 油资源占全球的13% 此外 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马肉生产国 哈萨克斯坦拥有庞大的现役军人数量和强大的火力装备 被誉为中亚五国的领头羊 这里的月平均工资约为38万2279间隔 约合人民币6100元 采矿业的平均工资最高 约为69万2000间隔 然而尽管工资水平较高 但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依然严重 0.001%的高净值人群掌握着约55%的国家财富 在医疗方面 哈萨克斯坦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不论国籍和肤色 只要居住在该国的人都可以享受基本医疗服务 在养老方面 只要按时缴纳社保 国家会发放高额养老金 对于生育六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 国家甚至免除其所有社保缴费义务 以确保这些家庭在退休后 也能过上无忧的生活 教育方面 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全免 并为学生提供生活补助金 以支付伙食和住宿费用 确保学生不会因经济问题辍学 哈萨克斯坦位于中亚 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 横跨欧亚两大洲 面积相当于我国的新疆和西藏之河 面积与整个西欧相当 是全球面积第九大的国家 它是欧亚大陆上人口密度第二低的国家 仅次于蒙古 是世界上最空旷的国家之一 这里的巴尔喀什湖 是世界第四长湖 以东咸西弹的独特特性著称 自汉代以来 这里一直是中国西北边境的天然风格县 古称宜波海 1864年 由于中俄签订不平等条约 巴尔喀什湖正式脱离中国 哈萨克斯坦还被认为是苹果的起源地之一 科学家通过对来自中国和北美地区的117种苹果品种的基因检测发现 现代栽培的苹果品种中有46%的基因来自哈萨克斯坦 新疆野苹果被广泛认为是今天我们实用的苹果的祖先 哈萨克斯坦公民还可以分的土地 与中国的土地承包不同 这里的土地是私人所有的 尽管分得的土地面积大小不等 但许多人可以过上自己自足的田园生活 猜到这是哪个国家了吗? 没错 它就是哈萨克斯坦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位于中亚 享有内陆明珠美誉的国家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简称哈萨克斯坦 北陵俄罗斯 东街中国 南街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西宾离海 截至2024年3月 哈萨克斯坦人口约2003万 面积约272.49万平方公里 其中约15%的土地属于欧洲部分 是一个典型的地广人稀国家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民族 多语言的国家 哈萨克族是主体民族 占总人口的60%以上 俄罗斯族约占20% 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官方语言为哈萨克语和俄语 历史上 哈萨克斯坦的大部分地区 曾被中国管辖长达700余年 这一关系始于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前 直到唐朝因安始之乱而失去对其控制 此后 该地区成为多个政权的争夺和融合之地 曾建立过强大的哈萨克韩国 1737年 清朝击败准嘎尔韩国后 重新确立了对部分地区的控制 然而 随着沙俄的扩张和清朝的衰落 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导致中国割让了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部分领土 1936年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并加入苏联 1991年12月16日 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成立 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首都之一 1997年 首都从阿拉木图迁至阿斯塔纳 总面积约952平方公里 人口约120万 阿斯塔纳位于哈萨克斯坦中北部的半沙漠草原地带 临近伊西姆河 是世界上第一个将首都建立在沙漠中的国家 阿拉木图是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 也是中亚地区的第一大城市 有中亚小瑞士之称 阿拉木图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 紧邻中国新疆和吉尔吉斯斯坦 面积约682平方公里 人口约230万 阿拉木图曾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 直至1997年 如今 它是哈萨克斯坦乃至整个中亚的金融 工业、科技和教育中心 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 因盛产苹果 阿拉木图被称为苹果城 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绿色覆盖率超过70%的城市之一 此外 阿拉木图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如历史文化遗场和自然景观 吸引了大量游客 哈萨克斯坦的地形东南高西北低 这种地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 北部为平原 地势平坦 为农业提供了广阔的用地 中部为丘陵 西南部多滴地 这些滴地多为河流和湖泊所在地 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 东部多山地 境内60%的土地为沙漠和半沙漠 主要分布在南部和西部 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 也对气候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 哈萨克斯坦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东下温差大 北方冬季严寒漫长 夏季短暂 南方夏季炎热 冬季相对较短 北部年降水量为300至500毫米 荒漠地带为100毫米 山区可达1000至2000毫米 哈萨克斯坦自然资源丰富 固体矿产资源尤为突出 有90多种矿藏和1200多种矿物原料 碳明的黑色、有色、稀有和贵重金属矿产的超过500处 该国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碳明石油储量约为100亿吨 天然气储量约为1.8万亿立方米 煤储量约为39.4亿吨 这些资源为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使该国在能源、金属冶炼和化工领域具有竞争优势 同时 哈萨克斯坦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不过 哈萨克斯坦的加工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 大部分日用消费品依赖进口 哈萨克斯坦拥有超过2900万公顷的可耕地 全国约11%的土地适合农业 主要集中在北部草原地区 是中亚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国 种植业以粮食、棉花和油料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为主 畜牧业方面 哈萨克人养植马、骆驼、牛和羊 生产毛皮和奶制品 这些至今仍是该国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萨克斯坦的美食丰富多样 抓饭和烤肉香味浓郁 手抓羊肉和马肠独具特色 索格木和马奶更是民族风味的代表 品尝鲍尔扎克和Sens 可以感受到奶制品的香甜和奶茶的醇厚 每一口都是对哈萨克斯坦独特文化的探索与享受 哈萨克斯坦拥有众多美丽的旅游景点 例如巴斧洛达尔州的草原广阔无银 是体验哈萨克民族风情的好去处 巴尔喀什湖风光以你 是观赏湖光山色的绝佳之地 天山山脉雄伟壮观 是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的理想场所 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其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文化遗产吸引了无数游客 你是否有兴趣亲自探访 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和美丽风光 如果有机会 你最想去哈萨克斯坦的哪个地方旅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